在世界摄影史上 肖像摄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奥古斯特·桑德 约索夫·卡什 菲利普·哈尔斯曼 理查德·艾维登 安妮·莱布韦茨 狄克斯特拉 无数摄影家透过肖像记录时代 传递情感 表达思想 在我国 也有着一位卓越的肖像摄影家 肖全 1988年 29岁的肖全 在好友创办的《向往刊物》上 看到一张诗人庞德的照片 老年庞德杵着手杖 立于石桥 目光坚毅沧桑 形如雕像 照片下面还有一句话 理解来得太迟了 一切都是那么艰难 那么徒劳 我不再工作 我什么也不想做 肖全被照片和文字瞬间击中 他暗下决心 也要拍出这样深邃 孤独 充满历史感的照片 从1986年到1996年 肖全陆续拍摄了 一百多位当时的文艺界人士 未成迄今为止 无人能企及的肖像棋 《我们这一代》 那时张艺谋刚刚拍摄完 于华的小说《活着》 正在苏州的片场 忙着下一部电影的拍摄 姜文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导演作品 《阳光灿烂的日子》 陈凯哥刚刚拍完《霸王别姬》 两个月后 这部电影获得了 嘎那电影节的最高荣誉 金钟旅奖 戴锦华即将从北京电影学院 调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 担任副教授 继续专注电影方面的研究 谭顿已在音乐界展露头角 第一次在北京音乐厅 指挥国家交响乐团 六年后 他为李安电影《卧虎藏龙》作曲配乐 并于次年获得第73届奥斯卡 最佳原创音乐奖的荣誉 当然还有窦维 王朔 徐冰 陈丹青 陈冲 曾凡志 何多林 周春牙 阁飞 等等当今文艺界的精英 或炙手可热的大腕级人物 在众多人物肖像中 有三位女性的肖像 最引人感慨 流连和唏嘘 他们分别是 三毛 杨丽萍 和丽之男 1990年9月21日 当萧璇敲开成都景江宾馆673号客房的时候 他一定没有想到 眼前这个透露着高贵又随性 善良又艰辛 沉着又勇敢的女子 会让他终身难忘 一番交谈之后 他们去了成都当时的柳英街 三毛穿着一身亲友不让他穿的乞丐服 潇洒自艺地走在成都老百姓的生活中 用刚学会的四川话简单地跟当地人交流 跟他过往所有的旅行一样 他仍然是那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女子 可总让人觉得少了些什么 有种孤单的意味 后来他和萧全同时看到一间木板房 门锁着 主人把一张竹椅倒扣在门上 他让他坐在那里 三毛没有动那张竹椅 而是痛快地坐在了地上 顿时时间仿佛停止了 三毛的所有过往似乎都在那一刻化作永恒 萧全双膝跪地 紧紧握住手中的傻瓜照相机 果断地按下快门 后来三毛说 这真是一张完美无价的照片 那天下午萧全拍摄的照片 是三毛生前最后一次完整的影像记录 四年一月 三毛在台北荣民总医院 气势而去 杨丽萍是在看到萧全拍摄 三毛的画册天堂之鸟后主动找到他的 也就这样成了真正意义上的 萧全的第一个模特 这样一拍就是二十多年 杨丽萍曾对媒体说 我老了会躲起来不见你们 但萧全不一样 七老八十的时候 我只让萧全给我拍照片 杨丽萍代表着美的高度 真实又具体 萧全能感受到那美的体温 芬芳和气息 像树木和流水 所以他拍的杨丽萍妙不可言 甚至战胜时间的力量 让容颜的流逝 也自有其迷人的气度 一只男的故事和前两位都不同 但更令人唏嘘 因为供养一个心爱的男人 让他在异地求学 而不惜牺牲自己的钱财 甚至幸福 这一切无法言说的哀愁与隐忍 从那双失落的眼睛中 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看到那一幕的萧全 什么都没有问 只顾着拍下来 画面中定格的哀愁 萧氏的爱情 成欲 迷茫 那么真切 仿佛就在眼前 让所有观者感慨万千 甚至感同身受 对于萧全来说 三毛就像一只飞鸟 飞到他的身边 又很快飞去了 杨丽萍像一只孔雀 美得超凡脱俗 让他总想靠近 又后退 一只男像一只受伤的鹿 他替他哀伤 可转眼又消失在森林的深处 三毛曾经写道 有时候我多么希望能有一双 睿智的眼睛能够看穿我 能够明白了解我的一切 包括所有的斑斓和荒芜 萧全的镜头做到了 不仅三毛 似乎他拍人总能抓住 最有神韵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好奇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萧全喜欢与人交朋友 静静等待某一颗 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 真实的东西 拍照反而成了最后一件事 在成都拍北岛 顾城 他先和他们饮茶 喝酒 唱歌 在上海拍王安逸 他先陪他去买菜 在湖南拍残雪 他先和他一起摘菜做饭 在苏州拍巩俐 他先陪他去买衣服 与其说为了拍照 他更想和这些人成为朋友 那双真诚的大眼睛 会让你放下所有的戒备 让你明白正在面对的 不是一台冰冷的机器 而是一颗真诚的心 原现代摄影主编李梅曾说 萧全恨不得跟每个人谈恋爱 拍谁就爱上谁了 当年为什么能够拍出这些照片呢 他就跟他们交朋友 知人论事 长时间的就跟你在一起了 对 其实我拍这玩意的那些照片 我就陪他去买菜 在金安市 我跟他去买菜 刚进门见到他 然后他就说 萧全你不要去骗那些小女孩和你结婚 什么 你不要去骗那些小女孩和你结婚 他就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就觉得 已经看到他有骗的动作 骗的动作 萧全也善于捕捉人物的瞬间 张艺谋当时在剧组拍戏 那一刻他扯着嗓子正在调度 镜头定格 似乎又像是那一代人对整个世界的呐喊 郭露生也就是诗人食指 当时在医院朗诵他的诗 萧全拿录音记录了下来 在食指听回放的时候摁下了快门 自然又平静 他还善于寻找拍摄场景 李少洪导演看到陈凯歌这张照片时说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全扛在他的肩上了 崔健当时结束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演出后去电视台拿录像带 萧全观察到远处有一面墙 很像TV的V字又带着一种胜利的意味和城墙的隐喻 于是迅速拍了21张底片就出片了 他敏锐的观察力来自年轻时的从军经历 萧全曾在海军航空兵部队服役 在几万米的高空俯瞰大地 锻炼了他异于常人的独特视角和观察方式 虽然军人在我们的印象中都是刚毅坚强的形象 但萧全在年轻时就透露出柔情温和的一面 为了看夕阳沉入大海 他跟上级撒谎说自己肚子疼 晚饭也没吃抓了两个馒头就翻墙坐在海边 看太阳慢慢下沉 在一个下雪天的妇产医院门口 他目睹了两个新生儿 分别被豪华的上海排轿车和简陋的三轮车接走的场面 用镜头记录那一刻无法言说的感受 翻看萧全的作品 最直观的感受是温存 黑白色调仿佛裹了岁月的包浆 有历久迷新之感 相机背后 萧全的目光像一道和煦的阳光 轻柔地穿过一代人的生活 他也是这一代中的一员 参与见证了这一代的历史 怀着对同代人命运的关怀 怀着对人本身的热爱 萧全用相机为每一位备访者 拍摄一幅温存的造像 知乎上有人提问 如何评价萧全 有人回答说 我们没有资格评价萧全 是的 我们没有资格评价萧全 正像我们没有资格评价80年代的文艺领域的复兴一样 物质匮乏的时代 那一代人创作的精神作品 引领着人们前进 可他们身上的困惑 失落和痛苦 远比我们看到的多 如今这些文艺界人士 大多已是大万级的人物 窥探他们年轻时的样子 是令许多人着迷的行为 而真正理解那一代的人 翻开这本画册时 看到的却是一个个追逐梦想 努力拼搏的人 萧全记录了那一代人曾经的缺失 渴望和对个人命运的抗争 以及隐藏在背后的思想 文化 观念 急剧转变的过程 1997年2月 邓小平先生辞世 萧全在天安门广场上拍下了这张照片 照片中一个年轻人手持邓小平一项 为锦是毛主席 我们这一代 对于萧全来说 就是生长于毛泽东时代 成长于邓小平时代的一群人 那是从苏俄文化过度接受到 尼采 舒本华 弗洛伊德 萨特 等欧洲思想文明的一代 是从托尔斯泰 契科夫 高尔基的文字 过度到狄根斯 巴尔扎克 卡夫卡 福克纳 贝克特的一代 是从广播中的革命旋律 过度到倾听巴赫 莫扎特 肖邦 拉赫马尼洛夫的一代 是从列宾 苏利科夫 谢洛夫 马克西莫夫 转向米勒 高跟 梵高 蒙克 毕加索 达利 以及康定斯基的一代 这是一个阅读西方 并再次开始想象欧洲文明的一代 是充满理想 并希望改变世界的一代 他们心怀广袤的世界 脚踏平脊的大地 他们站在时代巨变的风口浪尖 奋力展开创作的翅膀 在文学和艺术的天空中翱翔 在萧全的镜头里 呈现出充满希望的镇定 和洒脱 如今身处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 我们面对的世界 比当时的他们 更丰富 也更复杂 影像可以轻易地被制造 也可以轻易地被篡改 美颜PS大行其道的今天 缺失的不仅是真实 更是真诚 技术越发展 生活越富足 才越觉得这些照片的难能可贵 面对世界格局的重整 和全球秩序的变革 我们这一代 也同样有着自己的迷茫和失落 希望与绝望 骄傲和沮丧 影像的力量 在于可以让我们铭记 记住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 记住我们的欢笑 听伯 汗水 泪水 记住那一个个不眠的夜晚 一个个奋斗到的天亮 一个个令人沉醉的夕阳 我们能否拥有我们这一代的历史影像 能否在瞬息万变的时局中找到坚定的方向 能否续写属于我们这一代的故事与传奇 答案就在你我的手中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一键三连评论转发 传播摄影文化 掌握摄影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